大家好,我是阿彭 刚才烤了一个玉米 用微波炉来烤 这个甜糯玉米烤的也蛮香的 也是蛮香的 如果是用炭火来烤 可以蛮好吃 把两杯烤香烤香 再刷一点辣椒粉 一天吃一个 这个还是甜甜糯糯的 嗯,先做几碗扣肉先 有没有朋友要了扣肉 要发货了 看这个肉我已经烧好了 把那边烧的黄黄的 看这边我已经烧的很黄了 把那个毛烧干净 以后再用刀把这个黄的刮掉 以后再用水撩 以后再用油锅 扎黄扎黄就别扣肉了 这是切好的扣肉垫子 等下用水炸一下 以后再用油来炸 再放一点这个纯花生油 来炸扣肉 以后把这个芋头 切好芋头片 等一下用油来炸黄 两边炸黄就可以了 这剩下的芋头就这样子 看 这些炸的还蛮黄的 这边 这边也蛮黄的 就这样子了 花生油炸的就是黄黄的 这边就给它捞起来了 以后炸芋头 捞起来先 金黄金黄的 金黄金黄的 捞起来先 现在炸芋头 把这个芋头炸黄就可以了 我们这里的利物芋头 就要油来炸炸才香 有炸放 还有炸芋头 炸芋头霜 要炸太小owa 维元两道